民国初年,18岁的女大学生宋莲,出身查生世家,她的父亲生意失败自杀身亡,欠下一笔巨债,大学刚读半年,继母中断了宋莲的学业,把她高价卖给了大户人家做仪态。 宋莲长得天生丽质,却有着叛逆与好生的性格,就是不做前来迎亲的花脚,她穿着黑白的学生装,一个人提着行李箱,走路来到春府大院。 欢迎来到小春电影,这次分享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加上宋莲,全家老爷共有四方齐钱,每人都有自己的院子,刚到的头一天,老婆婆和几个丫鬟捧着工具前来伺候,他们先用药水给宋莲泡脚,接着拿出小铜锤给他按摩脚底。 宋莲院子的里里歪歪挂满了灯笼,下人把这些灯笼点亮,看起来喜气洋洋。 夜幕降临,年近五十身材细长的陈老爷,悠哉悠哉地走了进来。 整部电影中,他掌控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从头至尾,没露过正脸。 陈老爷让宋莲提起灯笼,细细观察他的白弄脸蛋。 洞房前,羞涩的宋莲想把灯笼吹灭,老爷怎么也不答应,他就是要借着灯光,看看女大学生究竟有何不同。 半夜,隔壁的三太太自称患疾病,怕丫鬟应是把老爷请走。 情绪不安,发似凌乱的宋莲用灯光照着镜中的自己,他刚进门,就尝到了一入宫门深似海的苦楚,只能捂着脸,无声地哭泣。 一二天一早,管将要带宋莲熟悉福中环境,告知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还要依次去拜见其他三位太太。 年老色衰肥胖臃肿的大太太,是个一群老规矩办事的女人,对宋莲较为平淡,冷漠,只过着潜心垫佛。 虽然大太太看似不安事事,可其实她是最清楚的人,明白死了心,才能在城府活得下去。 此下面山的二太太则完全不同,她对宋莲热情接待,口甜舌华地使劲称赞。 宋莲凭借第一印象下了判断,觉得对方可以亲近。 很快两人聊起了家长离短,从二太太的口中,宋莲才知道点灯垂脚是城府的规矩,只有陪老爷睡觉的太太可以享受。 她还戳穿三太太喜欢专闭,目的就是为了抢老爷。 而三太太正好戒病避而不见,她们如此嚣张的破坏规矩,全因生了儿子,得到了老爷的溺爱。 得知三太太是地位低威的戏子时,立马被升为大学生的宋莲鄙视。 她转身拂袖而去,两人算是结下了梁子。 和宋莲年纪相仿的丫鬟燕尔,也处处与她争锋相对。 原来,燕尔和老爷睡过多次,以为会飞上枝头变凤凰,但做太太,要讲究出身。 大太太和二太太是大户之女,三太太是金城明诞,宋莲是读国书的洋学生。 她的出身低贱,被老爷睡烂也只能是丫鬟。 一想到这儿,燕尔往宋莲的衣服吐口水,已现心头之狠。 到城府后,宋莲第一次和家人吃饭,总算见到了身穿戏服浓妆艳抹的三太太。 老爷叮嘱太太们要善待宋莲,大太太和二太太立刻响应,挤出笑容给她夹菜。 唯独三太太摆着一副臭脸,按照规矩,谁被点了灯就能认你点菜,可宋莲想吃的只是清淡的菠菜豆腐。 傍晚时分,四个太太要站在院门口,等待红灯笼的到来。 因为老爷要到哪儿院过夜,该太太的门前会挂起一个大红灯笼。 不出所料,红灯笼又落在了宋莲的面前。 大太太面无表情,三太太失望地转身就走,二太太则微笑着祝福宋莲。 不一换,清脆的响吹声传遍了全府。 上眼紧闭的宋莲开始享受这般伺候时,却被一连串的事情搞得心神不宁。 深夜,三太太再一次戒病来找老爷,倔强的宋莲对她放出喊话,你要是赶去,以后就别到我这儿来。 次日天色刚亮,三太太在楼顶大声唱戏,故意扰人亲谋。 气不顾的宋莲来到楼顶,可三太太却扭伸而去,对方几句呆刺的话,把她气得咬牙切齿。 领想到刚踏入房门,宋莲就目睹了老爷和燕儿的私情。 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浑身颤抖泪流不止,却敢怒不敢言。 陈老爷哄了几句不奸笑,便甩手而去。 结果被这么一弄,陈老爷转身去了三月,哒哒的垂脚声传来,宋莲的双足像是被万千只蚂蚁爬过, 心里更是痒得发毛。 老爷进程期间,三太太向盈盈的亲子上门,特意前来向宋莲道歉,并邀请她到三院打麻将。 没想到闲玩之中,宋莲弯腰去剪排的时候,偶然看到三太太用脚在挑逗高一手,因此觉察到两人早有一腿。 时间来到秋季,大少爷谈完生意从外地归来,在楼顶吹着悠长美妙的笛声, 她的出现也是宋莲谋生爱意,可两人正要对话时,被从不争宠的大太太发现并另声阻止, 这段设想中的禁忌之恋并没发生。 事后宋莲想起了自己的笛子,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便认定是燕儿头的。 而对方守在门前,大惊失色,更加显得作贼心虚,宋莲强行打开房门,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燕儿搜集了府中破烂的红灯笼,在绝黄色的灯光里幻想成妾。 宋莲动手去搜屋子,又发现了一个沾满针头,写着自己名字的诅咒人偶。 更气的是,燕儿在威逼之下,爆出是二人太太的主意, 这也使宋莲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菩萨脸,蝎子心。 不久,两名三刀的二太太上门,邀请宋莲帮忙剪短发, 不知道是剪刀不听使唤,还是宋莲有意为之。 她朝着二太太的耳朵剪了一刀,弄得满地都是鲜血。 在吓人的眼中,四太太的脾气火爆,嫉妒心又太强, 如今还落得爽阴招的坏名声。 只有三太太白掌将好,因为她最恨的人,就是二太太。 当那两人同时怀孕,二太太安排下人, 放多胎药,幸好她身子骨硬绑住了胎儿。 到生产时,三太太赶在前头生下了儿子, 而生了女儿当二太太自然失宠, 所以想尽办法处处使坏。 苏联听取了三太太的建议, 想尽快地为老爷生下儿子, 否则等到自己没了姿色, 肯定会和二太太那般尴尬。 于是她假装声称有孕, 陈老爷得知后大喜, 按照府上的规矩, 把寺院点上了长明灯, 时间也过渡到了冬季。 好景不长, 因而发现宋莲的白裤子上有一滩血迹, 她立刻向二太太通风报信, 怀疑宋莲对老爷说谎。 二太太假情假意借关心为名, 向老爷提议请高医生前来调养。 检查过后, 宋莲的谎言不攻自破, 陈老爷顿时怒不可遏, 对她做出严厉的惩罚, 风灯, 意味着宋莲再无服侍老爷的机会。 二太太和大太太看着这一幕, 心里得意又痛快, 唯有性情中人的三太太为她担忧。 宋莲察觉到是燕儿向二太太告密, 便将私藏灯笼的事情揭发出来, 唆使大太太用臣服规矩惩罚下人。 但没料到, 燕儿和宋莲一样倔强, 跪在雪地上始终不肯认错。 一夜过后, 燕儿得了一场中病, 老爷派下人将她送到医院去治疗。 此时, 宋莲却心乱如麻, 她不是有意要害燕儿, 原本只想惩戒一番, 对于二太太杀鸡给侯看。 三太太好心前来却说, 可宋莲并不领情, 她对查出自己没身孕的高医生颇有怨言, 还当面车穿了两人的私情, 这使得三太太恼羞成怒, 威胁宋莲不准往来说, 两人的关系又变得水火不容。 过了几天, 医院传来燕儿病死的消息, 宋莲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在屋子里大吵大闹, 二太太叫来下人一起结酒, 结果神志不清的宋莲 爆出了三太太偷情的事情, 等到宋莲酒醒, 才知道自己酒后真言闯了大祸。 三太太被二太太抓奸在床, 几个下人把她五号大榜, 直接抬到了大院中的死人屋处死, 残忍的一幕被宋莲亲眼目睹。 深夜, 宋莲点亮了三太太屋里的红灯笼, 用留声机播放出对方生前的唱片, 她陷入了无比痛苦的自责中, 仆人们以为闹鬼, 被吓得纷纷离去。 而受到刺激的宋莲终于明白了一切, 女人在臣服大院, 根本不算个东西。 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 余生注定是死局。 第二年的夏天, 陈老爷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五太太, 她正在享受点灯垂脚的特权, 在五太太的院子门外, 正是精神失常的送脸。 她穿着刚进门的学生装, 在臣服里徘徊游荡。 夜里, 大红灯笼又要高高挂起, 正所谓, 红灯高挂, 宿命已沉。 点灯, 灭灯, 风灯, 意味着臣服大院里的女人寸步难行, 只能盼着等着过完一生, 重复上演新一轮的人间悲剧。 感谢留言点赞的小伙伴, 我是小春电影的小姨, 非常期待有一天, 融合大伙见面。 对了, 别忘记关注我们,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